教会增长战略 作者 韩国首尔圣乐教会 主任牧师金基东 碧里亚出版社出版 第六章 结论 为了教会的增长 需要制定各种增长战略 在战争中 为了打胜仗 需要制定战略 在教会增长这个属灵的战争中 也需要战略 战略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战斗用语 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是按照一种战略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城 征服伊利哥城的时候 也是按照上帝所命令的战略去行动 最终取得了胜利 他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进行了多少次征战 又付出了多少牺牲 今天 教会的增长就好像 要征服迦南地的战斗一样 需要付出许多牺牲和泪水 不仅魔鬼妨碍教会的增长 不信者也妨碍教会的增长 整个世界都在妨碍教会的增长 所以 教会要多多研究 克服这种妨碍因素的方法 制定战略 谋求教会的增长 那么 要如何制定战略呢 今天 很多教会都会制定标语 但有些教会制定的都是些负数标语 例如 一 爱的教会 二 施行教育的教会 三 传道的教会 但这种形式的标语 一般对教会增长起不到帮助作用 仅供展示而已 而且 容易让教会运动变得零星 没有集中力 标语是教会本年度战略性做工的缩写 就好比教会的增长计划或者目标 集中性的去实践这标语的内容 便是墓会 所以 标语制定之后 墓会者的讲道与墓会 若不以此为中心进行 这个标语对教会的增长就起不到帮助的作用 墓会者在设定标语的时候 不要知徒虚荣或者展示 而要为了战略性的目标 并要照样去实践 墓会者应该把自己一年的生活 墓会与战斗用最简略的话语表现出来 并以此作为自己教会本年度的标语 然后按照这标语去实践自己的墓会计划 假设教会制定的标语是加倍增长 笔者在圣的教会拥有600名信徒的时候 为了教会的加倍增长 战略性的推出了加倍增长的标语 并为此竭尽全力 一年后信徒数达到了1200名 第二次推出加倍增长的标语时 信徒数达到3000名 第三次教会增长为6000名 并且笔者在讲道的时候 也把焦点放在加倍增长上 不但1月份的讲道 2月3月一直12月份的讲道 都集中在加倍增长上 不仅如此 为了使整个教会都能全力的配合传道 许多机关的名称也相应地进行了更改 都以传道为目的来命名 如青年传道会 区域传道会 幼年主日传道会的 不要仅仅把定好的标语 登在周报上或贴在墙上 而要去照样实践 这时候教会才会增长 又例如 教会定下要忠诚的标语 如果绝对忠诚是教会的标语 那么也一定要制定对忠诚的战略 还要强烈地去实行 如果墨会者知识在会众面前 拜托式地说了 请大家要忠诚 这句话 是绝对听不到所期待的效果的 相比之下 如果战略性地以个人为对象来指导他们要忠诚 就会真正地对主和教会忠诚 教会也会增长起来 另外 应该让所有机关的活动都以忠诚为中心进行 除此以外 献身吧 寻找迷失的羊 侍奉吧 之类的标语 如果能够战略性地使用好 都会促进教会的增长 募会者要从战略性的角度 以教会的增长为目标 制定每年的标语 教会的所有活动都要围绕着教会的增长战略进行 如上所述 募会者要清楚教会增长的原理与实质 制定自己教会的增长战略 本书可以帮助募会者诊断自己教会的募会状态 有了正确的诊断才会开出好的处方 人们都选择到综合医院去诊断疾病 就是因为能看到更精确的诊断 从而能快速地对症下药 再次申明的是 只有通过诊断发现了问题 才能有发展 律法的诊断结果是 人类要灭亡 所以人类才可目救恩与福音 募会者要能够对自己的教会 做出正确的诊断 并制定得当的教会增长战略 从而使教会更加茁壮的增长 副篇金济栋牧师 首尔圣的教会和比里亚运动 首尔圣的教会 1969年11月30日 金济栋牧师与七名信徒 在首尔市永登普区金济栋 献上了首次礼拜 从此拉开了 首尔圣的教会的历史篇章 金济栋牧师对上帝的献身 和从他口里传出的有权柄的话语 以及为此作证的圣灵的能力 成了教会飞速成长的原动力 直至教会开拓满十周年的1979年为止 圣乐教会的墓会目标 主要集中在给圣徒们播种信心 从而巩固教会成长的基础上 从80年81年84年的加倍增长 这一教会标语中可知 80年代的墓会焦点 是教会成长 其结果 从80年到87年这七年间 在籍信徒数增加了十倍 由原来的3950名增长到37809名 教会开拓四十周年的2009年 也就是今天 首尔圣的教会成了世界最大的禁礼教会 现有在籍圣徒十七万名 牧师八十名 传道士两百多名 和工作人员一百五十多名 主日分四场礼拜 平日各小区和机关也分别组织礼拜 教育宣教和交通活动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个知日礼拜堂 每主日通过卫星同时收听 金济栋牧师在首尔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宣布的讲道 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 与上帝的意图神学研究中心 地上十三层 地下六层规模的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 是首尔圣的教会的第四个圣殿 于2009年五月竣工 能够同时容纳一万五千名信徒在中央礼拜堂 总面积为七万七千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单一礼拜空间 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的建立 是金济栋牧师四十年祷告的应允 亦是圣乐人和全世界比利亚人信心与献身的结晶 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 完工不久后的2010年2月7日 首尔圣乐教会又一次献上了规模仅次于基督徒世界宣教中心的大型建筑物 上帝的意图神学研究中心的开工礼拜 这个中心完工的话 可以同时容纳五百个家庭 即为了学习金济栋牧师主创的上帝的意图 而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新一代属灵指导者家庭 到2010年3月为止 首尔圣乐教会 共建筑了128个教会设置 包括地区礼拜堂 修养馆和教育馆等 韩国虽然有许多教会 但大部分教会都因为财政问题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礼拜堂 其中许多教会因为无法承担租赁费 而不得不离开扎根已久的地区 或者干脆关门 首尔圣乐教会之所以重视教会设施的建筑 是因为这是将来要走向全世界的碧里亚运动的基础 现身礼拜 首尔圣乐教会能够如此爆发性的成长 其中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金基东主任牧师和圣徒们在上帝面前的彻底贴身 首尔圣乐教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全教会圣徒接力参与的献身礼拜 首尔圣乐教会的献身礼拜并非一种一次性活动 而是名副其实的献身 即圣徒把整个人生献给上帝 献身礼拜开始之前的两个月期间 圣徒们更加集中地祷告与传道 为了准备献身礼拜时要奉献的财物而祷告 通过这样的礼拜献身 不仅教会更加复兴 圣徒们也能更加靠近上帝 对首尔圣乐教会只是带有浮浅认识的人中 有的人以为圣乐教会单纯是赶鬼的教会 当然不仅赶鬼的事工 凡耶稣的命令圣乐教会都去顺从 但亲自来到圣乐教会听讲道 亲眼目睹圣乐人的信仰生活的人 对于圣乐教会是认识上帝的教会 侍奉上帝的教会 向上帝献身的教会 这一定义都无可回忆 在首尔圣乐教会 最常听到的词汇之一 就是上帝的意图 上帝的意图 可以说是金基东牧师 与首尔圣乐教会圣徒们 信仰与生活的重心 今天很多基督徒们嘴上说信上帝 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意图 而献上自己 反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意图 而利用上帝 带有这种动机的人 一旦自己的心意不成就 就会离开上帝 而且嘴里还阵阵有词地说 信上帝也没有用 这样的人根本不关心 上帝创造天地的意图是什么 对于上帝将耶稣基督拆到世上的意图 上帝将圣灵拆给信徒的意图 和上帝对圣徒们要求的意图 也毫不关心 基督徒们今天带有这种过分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信仰 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改革之后 基督教教理完全把焦点集中在了人类救恩上 宗教改革当时 改革家们提出的重要疑问便是 人到底靠什么得救 因为在当时 罗马天主教主张用钱买赎罪福 可以拯救人的灵魂 这与圣经的教导相距甚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改革家们最关心的主题就是 唯独因信得救 一心把自己的信仰 与罗马天主教区分开的改革主义者们 他们所主张的教理与神学 自然脱离不了人类救恩的范围 宗教改革后 过了五百多年的今天 基督教会对上帝旨意的理解 仍旧没有脱离拯救人类这个条框 对今天的基督徒们来说 上帝是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 上帝创造天地是为了我们 上帝将耶稣基督拆到世上 也是为了我们 甚至连上帝本身也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耶稣降世已经过了两千年的今天 人类的信仰仍旧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 这就好比已经三十好几的儿子 仍旧像三岁孩子一样 向妈妈要奶吃 约翰遗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 小子们呢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呢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小子们呢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信仰水平像小孩子一样的话 就只会关心人类罪得赦免和救恩的问题 信仰水平成长成像少年人一样的话 就会知道为了除灭魔鬼而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的旨意 并会参与着旨意中 信仰水平成长像大人一样的话 就会认识并侍奉上帝 会把关心放在现身上 基督教会不能总停留在小孩子一样的信仰水平上 如今要拥有与仇敌征战的少年人的信仰 继而达到认识并侍奉上帝的大人一样的信仰水平 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首尔圣的教会之所以强调除灭魔鬼 重视对上帝献身 是因为深入认识上帝的意图 圣经在讲上帝的意图 今天人们尽管读了圣经 却还是对上帝的意图很无知 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读经的方法 就好像看远处的事物要用望远镜 看微小的事物要用显微镜一样 为了从圣经中发现上帝的意图 需要有看圣经的眼镜 金基东牧师在1976年设立的圣经教育课程 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就是为了给人佩戴看圣经的眼镜 让人借此看到上帝的意图 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以使徒行传17章11至12节 记录的比利亚人的信仰为典范 比利亚人对于保罗见证的耶稣基督 并不是一味的排斥 而是为了确认保罗见证的耶稣 是否是圣经中预言的那位 而每日考察圣经 结果从圣经中得到了信心 比利亚人的这种贤良态度 应该成为人们的镜子 特别是那些按照人制造出的教理和神学的尺度 去随便判断毁谤信从圣经之人的人 更应该以比利亚人为敬 共两年的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有52课 分为四个学期 第一二学期是看圣经的眼镜 第三学期是上帝的意图 第四学期是福音中介 通过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深入地认识了上帝意图的人 都有相同之处 第一认识了属灵世界的真相 第二都会觉知将自己的一生 完全用来成就上帝的旨意 第三 只要手拿一本圣经 就能够立足于上帝的意图 将真理的话语如瀑布般道出来 第四 有耶稣应许的神迹与骑士跟随 这些变化 不正是今天数千万幕会者们所期待的吗 下面 是在2010年2月完成比利亚研究院课程的某幕会者的来信 在我学习完这比利亚课程的时候才真的发现 自己原来的无知与高傲 对于属灵的事和上帝的事真的是太过无知了 这样的学习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信仰里面 我看到了上帝的做工和大能 也看到了上帝的整个意图 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歧视 也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堕落 我在传统信仰中度过了七年时间 但是还不如在这里学习一个月知道的多 多么可怜啊 现在 还有那么多的灵魂在那样的信仰里面 过着无能的宗教生活 或者传讲着神神秘秘的虚假道理 给多少无知的人带来无能 行事 假冒为善 和算卦式的信仰宗教生活 给我们所信的独一的上帝的名 带来的是什么呢 比利亚要成为这一时代的上帝和心意的器皿 要在归回圣经的工作上成为上帝使用的帐 比利亚已经给世界教会带来了希望 我们也要成为这运动中的一份子 要使用上帝给我的资本 去为上帝的名做工 比利亚太好了 我不知道要如何表白 我真的希望能早日把这上帝的意图传给每一个基督徒 使他们都能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和心意的使用 成为上帝喜悦的孝子 我要为此努力 请为我祷告 我的灵魂要被上帝使用 我的家庭要被上帝使用 我的后裔要被上帝使用 我们要成为为耶稣名做见证的人 与真理一同受苦 比利亚研究院课程在世界各地培养了许多属灵指导者 韩国数一数二的大型教会中 许多牧师都学过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只不过他们不愿意与比利亚这个名字一同受苦 所以隐瞒自己的过去而已 但已经通过比利亚研究院课程 学习了上帝意图的他们 所教导的内容与牧会方式给他们牧会方面带来的影响 是无可否认的 比利亚运动对韩国教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的贡献 要比人们所知道的大得多 韩国的许多牧会者过去都接受过金济东牧师的教导 现今也有很多人通过各样资料在学习上帝的意图 但他们却不敢光明正大的承认 这与韩国基督教260多个教派之间互相牵制的现况不无关系 韩国基督教会到1950年为止还是一个整体 后来日帝时期服从参拜神社的势力 与誓死反抗的势力在解放后开始发生矛盾 分裂也从此开始了 但令人费解的是 参加参拜神社的势力 反而先向那些因拒绝参拜神社而受折磨的势力问罪 正如加拉太书4章29节所说 当时那按照血气声的逼迫了那按照圣灵声的 现在也是这样 这样的事情如今也在发生着 今天按照血气声的不停的逼迫和毁谤信使的主徒 结果想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回归圣经的教会们的努力和意图 常常遭到歪曲和贬低 但上帝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许多不向教理和教权屈服 为了真理甘愿忍受苦难的灵魂们 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6节所说的话 我的羊要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要跟从我 爱上帝的人 有能够辨别真理的能力 哪怕有再多人以教理和传统为挡箭牌辱骂真理 能听到主声音的人还是会存在的 上帝的做工通过为真理受苦的有福的人成就 能力的普遍性 毕里亚运动尽管一直与真理同受苦 但今天仍然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信仰运动 都是因为领悟了上帝意图的人们 普遍都有圣灵的能力与神迹跟随 毕里亚运动主张能力的普遍性 能力并非个别特定人独占的特别恩赐 而是凡认识并顺从上帝意图的人 都能够使用的上帝的应许 历史上很多主的仆人们都显出了惊人的 医病能力与神迹 他们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不小的冲击 很多人都跟随他们 但他们去世之后怎么样呢 人们还得再等待另外一个有能力的主的仆人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毕里亚运动提出了 凡信从圣经的人都能成为有能力的人这一主张 并且通过全世界的毕里亚人 每天都在证实着这一主张的真实性 以下是读了金济东牧师的书籍后 明白了灵界实相的工人们的来信 我看了《跟随耶稣制服污鬼魔鬼论下》这本书 使我对灵界大开眼界 这将成为我属灵生活的最大转折点 我身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也生活在撒旦的包围圈之中 给他残酷的折磨了十几年 我虽有一定的圣经知识 但不知道污鬼的全部真相 没有真实的教导和赶鬼经验 看到我自己和我身边更多的教会 还有更多的信徒被宗教洗脑 生活在一个残酷的被鬼折磨的现实中 我却不知所措 一无所知 我看了这本书 能力信心突飞猛进地增长起来了 在一次感冒中 我以金济东牧师的赶鬼方法一做就成 我为我女儿的刘反复耻责 几天后消失了 所以本人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教导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实在太少 谢谢你们能为我提供更多的这方面的书籍 以便我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群 我们某某县将近有三十多万的信徒 但对赶鬼方面一无所知 我以感恩的心迫切的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哈利路亚 赞美主 2010年1月4日 Io姐妹 感谢主 今天我们教会举行了复活节敬拜 在今天我和同工们凭借信心和依靠圣灵的大能 奉主的名为有疾病的肢体祷告 真的感谢主 圣灵彰显了医治的神迹 得到医治的有泪风湿的 灌心病的 肩周炎的 头痛的等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教会还是第一次 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感恩 有一位得泪风湿的姐妹 起初来教会的时候需要她丈夫的搀扶 今天在赞美的时候得到了上帝的医治 当我请她到台上做见证的时候 她当时就可以跳跃赞美 上帝真是爱我们 上帝真是爱我们 哈利路亚 今天再次感谢金基东牧师 是金牧师的著作帮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圣灵我主 也谢谢同工们的帮助 另外上次写信所说的受到邪灵捆绑的姐妹已经完全得到了医治 请勿再挂面 再次感谢以马内利 2010年4月4日 W弟兄 像这样 主的工人们通过金基东牧师的书籍得到了信心 并照样去实践 从而体验到了圣经应许的能力 这样的消息从世界各地不断传来 他们与金基东牧师从未谋灭 只是通过金基东牧师的著作明白了属灵世界的实相 得到了信心 也拥有了与金基东牧师相同的体验 一个人的体验要想普遍化 就要公开能够拥有这种体验的原理 这原理若是真的 那么凡去实践的人就要能够拥有同样的体验 这就是普遍化 毕利亚运动强调能力的普遍性 这意味着无论谁 只要认识原理就能够使用能力 那么这原理是什么 这就是上帝的意图 培养指导者 金基东牧师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去教导指导者 都会把圣经所显明的上帝的意图教导给他们 金基东牧师虽然几十年不便理现出基督的神迹 与医病的能力 但他与其他医病行神迹的世界性传道者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总是把焦点放在教导圣经上 大部分强调圣经的人在能力方面有些缺乏 而强调能力的人在圣经教育方面却很薄弱 但值得注意的是 金基东牧师通过给人教导圣经 教人拥有权柄与能力 有些国家每年都会邀请世界有名的医病事工者来召开大型聚会 在这样的聚会中 会有很多基督徒参与并得到恩典 但这样的聚会只能暂时让人们的心火热起来 却无法给人带来根本上的变化 不久后人们的心还会重新凉下去 要想再次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焰 就得再次邀请有名的牧师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几乎定期召开大型聚会 这样的国家有一次邀请了金基东牧师 依旧是希望金牧师 依旧是希望金牧师能够为他们带领大型聚会 但比起一次性的活动 金基东牧师更希望指导者们发生根本的变化 于是向他们要求参加人员不得超过一百名 一位参加了查经会的当地牧者 后来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们邀请过很多世界有名的牧师 所以当我们邀请金基东牧师的时候 我只是把他看作其中一位有能力的牧师而已 但现在才发现并非如此 其他牧师来带领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 不过他们一旦离开 我们很快就重新回到了软弱状态 那么就得再次邀请谁来 若有病人找来 也值得让他等待下次聚会 但金基东牧师给我们的不是鱼 而是把捕鱼的方法交给了我们 通过金基东牧师 我们知道了圣经在讲有关属灵世界的事 也知道了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权柄 更让我们吃惊的是 能力不是只属于金基东牧师一个人的 陪同牧师的宣教团一行 竟然各个都能奉耶稣的名赶鬼 为病人按手医病 甚至连跟随的摄影师也行出了能力 我们亲眼确认了金基东牧师所说的能力的普遍性 到底是什么 他们离开后发生了更奇妙的事 那就是参加金基东牧师的查听会的人们 也开始出现了我们渴慕已久的能力 现在我们如果遇到病人 不太像从前那样 期待金基东牧师这样的主徒来帮助我们 而是依靠耶稣基督赐予的权柄与能力 为病人祷告 二百五十本著作 金基东牧师带着要把上帝叫自己明白的上帝的意图 传给子孙们的心 写了两百五十多本书 这些书籍分别用不同的主题 从不同的角度照明了上帝的意图 他的书籍已经被译成三十种语言 印刷六十多万册 普及到世界许多国家 代表作用 认识上帝 上帝的意图 上帝完全的计划 认识耶稣 人子来 你们说我人子是谁 认识圣灵 圣灵来 靠圣灵活 认识耶稣制服魔鬼 认识耶稣胜过迷惑的灵 认识耶稣赶逐乌鬼 抵挡魔鬼的力量 律法和福音 话语和运动力 礼拜成功的有智慧的生活 约语信 祷告要这样做 在信的人没有难成的事 教会开拓原理 讲道实践原理 成为牧会者的三个阶段 牧会实践原理 为了平信徒的教会论 牧师学 四福音书原语理解当 到2010年5月为止 翻译成汉语出版的书籍有 我经历到的基督的医病与圣洁的神迹 三种属灵存在 灵魂和肉体 上帝的意图 认识耶稣赶逐乌鬼 认识耶稣制服魔鬼 认识耶稣胜过迷惑的灵 祷告要这样做 你们说我人子是谁 上帝的名 给圣乐人的信 正在翻译的书籍有 认识圣灵 我的灵魂呢 你要蒙恩 我的灵魂呢 你要被圣灵充满 约与信 伟大平信徒指导者的路 教会开拓的基础 为了平信徒的教会论 教会成长战略的 碧里亚文书宣教会简介 碧里亚文书宣教会 创立于1986年 起初是由几名热心碧里亚书籍的信徒们组成的 如今已发展成一个超教派的宣教会 宣教会的宗旨是以书代人 把上帝的真理传给世界灵魂 多年来 首尔圣的教会 元老监督经济动牧师的碧里亚书籍 已给许多牧者 宣教士和平信徒们 带去了属灵上的更新与能力 成为福音事工的积肥 碧里亚书籍 不仅能帮助牧会者建立健康的耶稣教会 而且能帮助基督徒 挣脱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扰乱 转向圣经 碧里亚文书宣教会员们 带着让上帝的话语通畅无阻力奔向地级的心 如同在主面前献上两块铜臂的寡妇一样 全力以赴的献身于文书施工 愿凡阅读本书的灵魂 都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圣灵的印证 最终把荣耀归于上帝的名 有意为碧里亚文书宣教做奉献的信徒 请按照书后介绍的电话或邮箱与我们联系 至今为止 为碧里亚文书宣教做奉献的大都是韩国人 但如今到了大家为自己的民族做工的时刻了 大家的奉献将会用在汉语书籍的翻译 制作和普及事工上 碧里亚文书宣教会 深切希望本书能在鼠灵的战场上给读者提供切实的帮助 欢迎读者把读后感或者事工见证记录下来 通过优地或电邮发给我们 对来信的读者 我们将会寄赠金济栋牧师的七大书籍 为了书籍能安全顺利地到达读者手中 希望读者在来信中详细写明本人的姓名 地址 联系电话 以及教会内的职份 谢谢合作 地址 韩国首尔市 永登图区 星级五栋 379-5 新管四层 邮编 L-I-X I-U-D I-N-G Alpha H-O-T M A-I-I-L .Z-O-M 电话 0082-70-7300-6451 网址 http 2. 撇撇 www.sundrak.org .''sund kapSmall %K-A-R Q-A-N-G Q-A-N-G Z-T-A-G-O-G-U A-G-E 9-H-Y-E-E-U-A-G-E-E-T-U-A-G-E-E-C-E-E-E-P-E-E-E-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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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